你好,我是有三个生日的中文老师Becky 昨天就是我在Facebook上的生日 每一年的11月2号 在我的Facebook上都有很多学生跟我说 生日快乐,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昨天并不是我的生日 我的身份证上的确写的是11月2号 而且我也的确是11月2号出生的 但是这个11月2号并不是昨天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我们有两个日历 一个是农历,一个是洋历 洋历也就是我们现在国际通行的日历 而农历呢,是中国人根据一年中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的气候是怎么样的 来制定的一个传统的日历 我们很多同学知道的风水也是根据农历来推算的 我们的农历是没有31号的 但是我们每四年会有一年有13个月 我身份证上的这个11月2号指的就是农历的11月2号 一般我们叫11月初二 那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农历的11月初二是洋历的12月23号 但是并不是每一年农历的11月初二都是洋历的12月23号 而是他们大概每过19年会重合一次 或者是相差一两天 今年的11月初二是洋历的11月25号 那我的父母呢 一般会在每一年农历的11月初二 给我庆祝我的生日 而我自己呢 就更喜欢在每一年的12月23号过生日 因为这一天大家都去过圣诞节了 那我一般是不会上课 那我可以去很多我喜欢的地方 找我喜欢的人一起玩 再加上每一年的昨天 也就是你们洋历的11月2号 我的很多学生会在Facebook上跟我说生日快乐 那么我就一共有了三个生日 在你的国家有多少个日历呢 可以告诉我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